歡迎回到楊陶TV數位網 今天是阿華塞料理時間 今天是阿華塞料理時間 掌君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華塞都在笑笑笑的 早上還跟我講一個笑話 你知道嗎 人老有一個好處 我說什麼好處 我不用動手術弄雙眼皮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他以前是單眼皮 我們照得緊的看 以前他是單眼皮 你看他現在是不是雙眼皮 張丟臉眼皮 自己講還是自己說 人家講說是單晃眼 現在是雙晃眼的 真的 現在是雙晃眼的 他說這個眼皮會有一點純就變雙眼皮 我說真的耶 我也是變得比較深 還有那個什麼 金城武他上次說 以前不是有人說他去整形 說他單眼皮變雙眼皮 他也是說年紀長他就自然變這樣 兩層 有的人又三層 三層的咧 這個接下來要做的第二道好菜是什麼呢 洛椒燒蛋 洛椒燒蛋 好 關鍵是什麼 關鍵就是洛椒炒香先起出 起鍋前再拌炒 口感好香氣足 真的包得很順喔 對啊 對啊 現在跟帥哥一起主持 感覺的時候 就很溜了 才說你溜這樣 人真的不能碰 你看 說起來 屁股翹起來就沒辦法 真的 就不溜了 我們是個洛椒說要什麼 先炒過香氣 然後再把它取起來 起鍋前再拌 是的 因為你不下鍋炒 那個洛椒的香氣不會出來 是 如果你就一起在 跟食材一起炒的時候 那洛椒的口感是軟的 爛的不好吃 好 所以口感好 香氣足 是 然後怎樣起鍋前再把它拌在一起 對 這跟剛剛我們做的這個 沙茶牛心 沙爹牛心寶有點像 類似 牛心先弄起來放旁邊 對 一個是怕它肉質老化嘛 是 對不對 這個是怕它有沒有 食材有沒有 太軟了也不好吃 所以今天這兩個都是分兩個步驟 對 好把這個關鍵記住 所以這樣各司其職各處理好 最後再把它弄在一起 對 再結合一下 因為你只要懂得 烹調的稍微的技巧 你煮出來的東西 絕對跟一般人都不一樣 一個道理 對 沒錯 觀眾朋友嗎 就看我們節目就是 要記住這一點 沒錯 其實看我們節目就是教大家一個通則 這是 雖然是小細節 我們不講 你知道 為什麼我煮 我煮 味道 一樣我照你換啊 我也是換了什麼東西 一起都放下去 對啊 可是味道怎麼老是炒不好 其實這就是小細節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懂得 好 這是一個道理 對 好把這個道理跟關鍵記住就可以了 是的 我們快來看準備哪些食材呢 好 那我們準備食材有 豆豉 蠔油 胡椒粉 醬油 芡水 太白溫水 米酒 蔥段 辣椒 蒜頭片 糯米椒 雞蛋 糯椒就是糯米椒 是的 它不會辣 真的喔 真的來你吃看看 哪有會辣椒不辣 我才外型 沒有比較不辣 比較不辣就比較不辣 對 跟那種紅辣椒比較不辣 照道理應該沒有換紅辣椒 我是想配色 對啊 因為做菜我想要色彩要多一點的 兵分一下 這看起來會比較好吃 如果你真的不辣 你那個紅辣椒的紙拔去掉也OK OK 對對對 好 這樣東西都準備好了 請老師示範 好來 我們示範就在 因為我們今天要燒蛋 它的道理就是這樣 要先煎成荷包蛋 荷包蛋 是的 是喔 燒蛋的部分是弄成荷包蛋 對對對對對 好 所以我們要先煎荷包蛋 是 我們的蛋先 好 那我們要煎荷包蛋 鍋子一定要遇熱 鍋子要遇熱 鍋子要遇熱 如果像我這白鐵鍋 來 媽媽你可以怎麼看 很簡單 我們上次有教過 我們再重複一下 你就可以滴點水珠 你看 這水珠好像珍珠一樣 它不易散 這就是你鍋子已經燒熱了 有那種荷葉露珠的血 對對對 好像露珠一樣 對對對 沒錯 是的 真是有學問 一講就是 要講出我的那個 什麼露珠不露珠 露珠 露珠 戴姐 你這不會有張 斷章取義 什麼啦 我說露水的露珠啊 不是叫露珠嗎 你看我們那個 尿號攝影師笑成這樣 是是是 諜二 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真的 露珠 露珠 我人研發音怪怪 露珠嘛 來 用適量的油 好 這樣 滑一下 我記得不需要開太大 這樣 下鍋 是 今天這個荷包蛋喔 其實也是有技巧 我們還特別教過怎麼煎對不對 對 沒錯 我覺得我們節目真的也真的是大心耶 很貼心 就是難得簡單的 大菜小菜我們都教 是的 沒錯 一律平感 沒有那種大小一點 也沒有攀帶輕忽的意思 對 好 來 你看我下去我們不遺跡的動它 心不動 對 心不動硬萬動 滴不動 我不動 是的 等到我們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動 這樣稍微再動它一下 等於是先把它固定住 是的 讓下面有沒有定型 來 交叉 我們是左撇子的 你是左撇子喔 對啊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左撇子 你左撇子喔 我左撇子 對不起講錯了 我右撇子 這邊左還這邊右 你左又不翻喔 好可愛喔 我搞笑果 我怎麼會不知道 這邊右就左邊 我怎麼會不知道 你怎麼會假的啊 蛤 這邊是右邊的 你 這邊右邊喔 我老是 弄笑果 你左撇子 我們很問你說 這手片哪有手片 你是說 請猜 不會啦 我們就說 拿筷子那邊轉彎 拿完那邊轉彎就好啦 等一下要說人家真的好相反 左撇子 你先幫我拿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要用筷子那邊 對啦 我拿筷子一下啦 好 這卡住了 真是 它要煎成這樣子蓋起來的 對啦 像是荷包一樣啦 像是荷包的荷包 對啦 沒錯啦 是啦 荷包蛋本來就已經像荷包 但它就是變成一個折對折 是的 沒錯 形狀有點像大的水餃這樣 對 蛋包 對 沒錯 畢竟這平底鍋 那我們 我們 那多點有比較好操作啦 不是 因為平底鍋 畢竟平底鍋是其餐的 啊 我們中餐 不要 沒有那麼順手 好 就是這樣 是要把它包住啊 對 像一個衣服給它蓋住啊 像荷包 有沒有 以前的荷包不是半年型的嗎 嗯 這很可愛這樣 荷包的形狀 啊我不把它對折勒 我弄成本來就是荷包蛋那樣 可以啊可以啊 可是正宗如果以前在考試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頂級考試喔 這個會考試喔 這個 最早最早的荷包蛋是一定要折啊 喔是喔 不是這叫荷包蛋耶 荷包蛋是折起來像一個荷包一樣啊 像你孩子小荷包那樣啊 喔 那現在大家荷包蛋就是 像 喔所以這個叫 如果沒折是太陽蛋 對 對 所以為什麼不愛說 Sunny Side Up的那個太陽蛋是攀開來的 是 後來我們都以為說那樣就是荷包蛋 沒錯 荷包蛋是荷包荷包是要 顧名思義是要折起來的 對 沒錯的 這才是荷包蛋 有的早餐 不是有的那種自助餐店啊 有時候我想它為什麼蛋要折這樣 然後你夾它不是很快嗎 就這樣一個一個 原來也是它就反而是遵循正宗的荷包蛋做法 是的 遵循那個有沒有 像那個荷包的樣子嘛 你知道喔 真的喔 他二號機知道嗎 不知道 知道你看他點頭了 他點頭了 結果他不知道真的 真的 真的孤陸寡文 真的孤陸寡文 沒有 這種東西都不知道 學李雕軒老師說 我從小在國外長大 國語說不好啊 你 趕快這樣不懂 就裝作自己是蛋怪的 是 行 我們就原諒它 像我從小就來大 大陸北京長大的 你 你看那個北京牆很重啊 有沒有 你 四川 四川啊 對啊 講錯了 你這個是四不像的嗎 不是啊 也不像 四川也不像北京 你到底在我 亂講 亂講一通 不是不是我真的去大陸的時候 我就說 是 王總總 他有說你像嗎 我不是像 沒有 沒有 人家說 各位老兄 你老是哪來的啊 講的那個聲槍怪怪的 你知道嗎 他說我是黑龍江那邊來的啊 真的真的 請在公姐所在啊 好 荷包蛋齁 像我們的這個玉荷包 把它這個一個一個個蛋 煎起來把它 對 相對你也不用煎得全熟啦 因為你等一下還要再燒啦 那之前就是那種燒蛋的類 對啦 之前我們也教了一個 是也是這樣燒蛋的耶 我們有教過就對了 這樣喔 對但是燒的時候有時候是 燒要看旁邊的一些配料 配菜不一樣 對啦 主體是蛋啦 就是大 大同小異 你知道嗎 像我們 湖蘭菜我之前有教一個啊 叫湖蘭蛋啊 有沒有 你好像是耶 對啊 湖蘭蛋我是把蛋先煮熟有沒有 再把它切成片狀啊 有沒有 片狀的時候再去煎啊 對啊 切成片狀再去煎 對 有沒有 湖蘭蛋都講 有啊 都忘記了去年的 我是有吃到嗎 有啦 真的真的 湖蘭蛋 你看湖蘭蛋再切成片狀再去煎 喔 那就是要把它炸一下 對 對 好 好 看我記得我們有一個菜 也是荷包蛋這樣下去燒的 喔 嗯 來 麻煩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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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沒煎這個 太陽蛋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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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了 對 吃這個荷包蛋有沒有 我告訴你 以前我們在考試 焦焦考試一定要慢慢去煎 而且你們要煎到熟 你知道他齁 他們太久沒做基本功了 都在做大菜 就去飛到天上去 現在就要回來煎荷包蛋 你看 不是不是不是 太久沒煎 平底鍋啦 喔是喔 平底鍋煎荷包蛋不好煎嗎 OK啦 可是我們會比較 你習慣中華炒鍋 中華炒鍋啦 習慣了 你看 他們立刻就知道 他是哪一個派系 哪一個拿手菜出來的 對不對 平底鍋叫秋寶郎老師啊 秋寶來啊 來了嗎 剛好 剛好 你拿旁邊叫他煎五個 沒有啦 人家難得 今天來 這個他其實就比較擅長 平底鍋的時候 今天他難得來探我的班 他是來做客是不是 對來探我的班 因為 因為知道 今天有沒有帥哥主廚在這裡做菜 是 是啦 所以他來探一下班 是嗎 MBC 什麼ABC 我不知道他講 好來 觀眾朋友媽媽 注意看這裡喔 我們的重點來了 糯椒炒香 先取出 好 糯椒就是糯米椒 對 糯米椒 這糯米椒不會很辣 你雖然看喔 我好像辣椒放很多 其實他不辣 而且紙也在裡面了 對 真的蠻好吃喔 他連紙一起也不辣嗎 對 這道菜真的他要吃有沒有 他看起來辣椒放那麼多 可是他要吃就要吃這個辣椒 沒有 謝謝 就要吃這個辣椒有沒有 有點口感 脆度的口感 這樣 你如果不下鍋先把它炒香 你那些食材有沒有 有一些醬醬汁有沒有 會影響它的口感 不會軟化它 脆度不見啦 這個椒要吃點那個 清脆的蔬菜的脆度口感 所以不要把醬汁一起下去 把它軟化了 是的 沒錯 你看炒醬汁會不會辣 不會啊 我怎麼會知道 不吃怎麼會知道 不是啦 你沒有拼到 用看你看他出來 真的 你說拼的拼起來不會拼 不會啦 這個比較青椒的味道 真的啊 青椒也不怎麼辣啊 對呀 它就類似青椒的那種香氣 小青椒 對 青椒是不是辣 吃這個不錯喔 健康 對 健康的 就心血管這樣 是的 好 好像都有清腸道 是的 來 我們就放適量的油 來 我們現在要爆香什麼 我們蒜頭 廚房四寶 蒜 對 蔥 蒜 辣椒 來 謝謝 好 今天這個鍋對你來說有點小 不會 剛好 這是我專長的 平底鍋 觀眾朋友啊 剛才被某人 講到刺激道 就絕對要 再怎樣也要充內行的 香氣出來了 有沒有 我們呢 配料有點黃色了 就是要香氣出來了 好 豆豉 一般豆豉都要先煸過 對 因為它的鹹香氣才會出來 所以現在就在做這個動作 是的 沒錯 記得喔 你在爆炒這個火 切記啊 用中火就可以了 好不好 用中火 好 來 我們香氣出來了 這時候蠔油就下 下點蠔油 增加它的鮮度 醬油 整個香氣出來了 來 再加米酒 醬鍋 醬鍋 是啦 來 糖 你豆豉本身鹹的 那個醬也會鹹 來 用那個一匙的糖 來中和 適量的胡椒粉 好不好 好 來 這時候就放水 因為要燒嘛 好香喔 OK的啦 這兩道說分開做的跟剛剛那個一樣 對 沙爹牛心寶 沒錯 分開所以你現在就可以聞到它不同層次的香氣 真的 你倒一倒來 最後再把它合在一起 對 因為我們是在做那個洛椒 有沒有燒蛋嘛 所以我們蛋不要煎得太熟 好不好 不要煎得太熟 這樣下去有沒有 再裂燒一下 讓它有一點味道 你幹嘛要搶呢 等一下就讓你吃了 我知道你很喜歡吃辣椒的人 我覺得這個嗆齁 還是會 沒得吃的 屁油 好 你看 這樣啦 是 哇 雞魚就好吃了 而且這下飯 是 看起來很夠味 對 因為蛋其實就只有蛋白白的味道 嘛 這樣多下飯 多了一些味道在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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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裏 邊做邊整理 這樣才會 工作台才乾淨 是的 這樣才會讓人家感情 欸你這時候做事情有沒有 很清爽 俐落 是 手腳俐落 雖然胖是胖 手腳還滿俐落的囉 就一個很 很乾淨俐落的胖子嗎 這樣 這都不是啊 很乾淨俐落的一個 胖子是有沒有 理差前最胖 我跟你講啊 我們不要講出牠的名字 我沒有 阿不來我們不要說牠了 來的時候再講 對對對 好 我們要少量的太白溫水 好 這麼勾芡 對 增加那個稠度嘛 你這個蛋再燒 你不宜再翻炒它太多 不然又破掉 因為它是這個荷包蛋底的嘛 對 你翻它它容易破 是的 蛋也是很稠弱 讓醬汁有點稠度就好 不要不宜喔 整個是很黏稠的 就這樣子稍微推一下就可以了 對 讓它附著在我們有沒有 蛋上面 醬汁會這樣附著在蛋上面 是的 來 最後有沒有 我們起鍋前再拌 在我們的糯椒拌下 是的 沒錯 我們關鍵 好 糯椒炒好 先取出來 起鍋前再拌入這樣子 口感好 對 沒錯 沒錯 香氣煮 這樣子 整個有沒有感覺 哇 很入味的感覺 來 謝謝 麻煩一下 感恩 加點水是要調和一下 對 沒錯 就這樣有沒有 有點乾鍋的感覺 嗯 這樣就好啦 記住 太排溫水千萬也不要加太多 是你看喔 它的勾芡不是那麼的 對 不像果凍 對 沒錯 它是薄薄一點點 是的 要讓那些醬汁容易吸附在荷包蛋上面 是的 還好 對 但中間也是軟的嗎 對 來 不 不 裡面已經熄了 剛好 我沒在煎的時候 我是煎差不多 七分熟而已 第一次的時候 對 沒錯 那現在再燒過 它大概應該全熟 全熟 對 全熟 對就是要熟 讚 對 所以我們的關鍵真的很重要 你看如果我的糯米椒 如果直接在鍋子在燜煮的時候有沒有 是 剛才那個感覺就是 等下那辣椒是軟軟的有沒有 吃起來根本就沒有口感 對 你現在這樣子喔 尤其是眼睛看喔 目測都知道 這個糯椒還是很脆的 是的 沒錯 很脆的 然後這個蛋的話 也沾附了這些醬汁 兩個人其實熟度的一個程度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你不能真的這樣一鍋炒喔 一鍋炒 這樣就差很多 真的 再賣相有沒有 感覺都很清爽的那感覺 真的 不會是整個是塌塌連在一起 對 對 沒錯 蛋龜蛋餐龜菜 而且這裡面有個小關鍵喔 老師剛剛說的 勾芡是為了要讓它沾附醬汁 對 稍微那醬汁容易附著在蛋的上面 是 可是老師你再提醒大家 不要太厚 不要太厚 真的不要太厚 沒有它糕糕 你黏一點沒有 是的 不是那種不一樣 好這樣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一個 落椒炒蛋 好我們再把關鍵重複一次給大家 我們的關鍵就是 落椒先炒香 先洗出 洗鍋前再拌入 口感好 好 香氣足 好分開來 是的 農椒先炒鍋放旁邊 再來做這個燒蛋 荷包蛋的部分 沒錯 然後把味道綜合在一起以後呢 要起鍋前再把農椒加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對 好張軍 觀眾朋友媽媽我跟妳講喔 這道菜不但下萬好喔 像我們詹軍喜歡喝兩杯的人 他這道菜 他這道菜 結束 結束 我要舉起來而已啊 氣實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樣 我在講他隔壁這一位 人家還沒講完嘛 這種人就 連吸的氣盛就是這樣 讓人家話講到完 大家回去看 明明就旁邊張軍這位喜歡喝兩杯已經講完了 兩杯就旁邊這一位的人士 我還沒講完 還可以這樣轉回去 是啦 紙袋會轉完你沒聽說過嗎 如果喜歡喝兩杯然後怎麼樣 喜歡喝兩杯我們說 剛剛這道菜 下韭菜喔 是我的最愛咧 你不要等一下想愛聽啊 誰吃杯中 不錯喔 我覺得真的是 而且你剛剛講到這個的話 我也想起來像我早餐 如果喜歡吃個青粥的話 這個 配這個很棒吧 開胃吧 是耶 這道菜我們說 冬天到了 吃點辣椒 第一個 身體是軟的 軟起來啊 對不對 出門只要穿一件就不會怕他冷了 穿一件 對 而且不遺感冒啊 是 真的 但該加衣服還是要加啦 是要啦 這個非常棒齁 蛋也有了 青菜也有了 然後你要繳來配汁也有了 是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道菜 希望大家都學會了齁 最後給您推薦一個好的活動齁 除了我們YTV教大家做好菜 我們還有一個姐妹網站 兄弟網站叫做YBIT網站 是的 這是一個競標網站 這超棒的 非常非常棒 現在競標網站很多 但我們這個YBIT網站不一樣齁 不一樣齁 好 YBIT網站的話上面這個下標和點數是免費的 是 好這是網站的推薦 那我們要給大家推薦一個新的活動叫做PPV齁 是 PPV就是我們的一個付費影片 這個的話就跟我們美食有關了齁 沒錯 我們這個一個付費的一個美食影音教學影片 是的 沒錯 老朋友們都知道啦 通常是不打折的話 在特殊節日過節才有打折 是的 我們現在的話 這個買這個PPV的影片 教學影片 滿兩千塊錢 兩千 可以折六百塊錢 滿兩千折六百 滿四千折一千二 是的 以此累退可以累加 是的 所以以兩千為一個門檻齁 是的 再累加上去 換句話說三千九百六十塊 不好意思沒有 還是折六百塊而已齁 七地 但是四千零四塊 好 那就折了對不對 對 一千里扣 是的 但是要在同一張訂單上再次提醒大家 分開是不行的齁 是的 分開是不行的齁 好這個活動一直進行到12月17號的五點鐘位置 沒錯 請大家告訴大家 是的 好廣告回來之後呢 我們教大家今天最後一個小單元 叫做我們 是 料理成功的撇步 是 料理成功的撇步 料理成功的撇步 如何快速切洋蔥丁 欸 真的 切洋蔥丁都切得累連連 而且有時候切得不漂亮 人稱快刀牛 就是我本人 曉得我 好 今天看快刀牛怎麼要教你切這個洋蔥丁齁 切得完美的洋蔥丁 想要學會的話 昨天要到TV千萬不要走開喔